泽洲华乐队 大家好我们是 热州华乐队 我是热州华主唱苏 吉他手金門 我是吉他手黑奇 贝斯浩郎 鼓手阿肯 我还要想一下 我们乐队成立的时间也比较早了 上个世纪了 97年成立的 然后成立当初 就是我跟之前一个我们乐队的 首任的吉他手志鹏 两个人一起成立的二字化乐队 然后97年那时候 主要是我们两个人 比较喜欢摇滚乐这种形式 就是自发组织了这个乐队 我们俩回到你 就是说一个金属乐的话 它不单单是一个唱歌方面的 就是它包括 其实有些歌迷去听它的话 它可能会听它的吉他部分 鼓啊 整个边背 对 通过可能是通过 通过乐器去表达的 这个部分也是占非常重要的 我喜欢它的 这个部分最主要是它很真实 在表达这种音乐的方式上面 可以赋予它一些 跟其他音乐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 重金属对于我们来说 它是个团队 它是有很多的东西协作的 就像是一个工程师去做一样东西 厨师去做一样菜 它是一个非常讲究团队协作的 一个方式的一种音乐 我喜欢重金属的话 主要是因为它的 它的鼓 因为一般重金属的鼓 就像刚才贝斯说的一样 它的音乐比较直接 所以它的鼓也非常的直接 然后呢 再配上后期的一些 专业叫双彩 然后速度上都会比较快 所以就感觉特别的刺激 喜欢一个东西其实蛮简单 喜欢这个就 比如说别的人 他们去到哪里看到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把它买回来 多贵我也把它买回来 我们那时候就是 一听到这种东西的时候 觉得我以后要干这个 就很直接的 就是说它会给人有一种力量感吧 就比较正面 让人听了以后会很有能量吧 我们当然希望观众是观众多嘛 越多越 但是说为了观众多 就是放弃自己的一些坚持的东西 其实我们不会去迎合 就算是观众多 也是因为为了我们来的观众 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 去得到他们的认可 一般人听到去感觉好像 它也用了一些很阴暗的应接 会让你联想到一些很暗的东西 但是其实这种暗的东西 它是有这种美感吧 它也是有正面的东西 它正面就是美感 它的美感 你要把它体会出来 这不是坏的东西 它只是一种色彩而已 就像我们画画的人也一样 他不一定要画起来 很漂亮的一幅画 他可能这幅画可能是 比较阴暗的 但是它也有美感 我们可能从小到 听到大听的音乐都是那种 啊 弹个恋爱很开心 但也有失恋的歌啊 对不对 金属也有很多是快乐的呀 就是只不过是 大家有个刻板印象 觉得玩金属的就苦大求生啊 每天怎么样啊 你们肯定很酷吧 或者怎么样啊 没有 你看我们平时也都是嘻嘻哈哈的 也一样 我们经历过社会的风风雨 总会有些肯定会有痛苦 会有不满 有愤怒 那么这所有的音乐风格 那么中金属这个风格 它就是最能够表达这样的一个 一个主题的一种风格 所以为什么它在国外这么受欢迎 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自由 它能够表达任何的风格 有些东西不要藏着一着 就是你想表达就想表达出来 不要直接 不要直接 即使说做这种金属乐它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也能够以风格去定义乐队 但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就是说 即使是你一听就可以听出来 是我们二字化乐队的东西 这点很重要 就是比如说你某个风格 很多乐队都是做这种风格 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就是让你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就是听过去就是我们自己的东西 对 这也是我们一直尽力 想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就是能够做出自己 属于自己风格的东西 这是非常非常难的 这个应该是 也是世界上所有的重金属艺术家 想要去表达的一个方向 也是国内的很多乐队 想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也是我们想要去突破的一个壁垒 因为现在这个东西 基本上是西方人在前面 我们一直在模仿 但是我们想要做到稍微的有自己特色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事情 每个人对摇滚的定义都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摇滚给人带来了宣泄的 叛逆的 自由的声音 那些摇滚歌手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 使生活在平淡日子里的我们 在某个时刻 无比渴望 而不可及的东西 它没有国界 不是种族 反抗权威 他们就是想要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 恶之花 温中守之地下重金属摇滚乐队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 他们仍然坚持对摇滚的狂热 请不吝点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